有准备惊喜还有准备 不知道耶 反正她明天她是有订餐厅之类的 那她就说叫我人去就好 说起娱乐圈的知名女艺人林心如 相信大家是非常熟悉的 早去平行界 环珠格格一时间红遍了整个大家南北 林心如也成为了一代人的儿时女神 林心如从出道以来 也算是一个比较有话题的女星 进入娱乐圈以后 事业是顺服顺水 她最早是以广告模特身份出道 精致的五官和出众的身材 让她从模特转变成了明星 事业上发展的还算顺炼林心如 在感情上发愈了两次失败以后 也迎来了属于她真正的真命天子 那就是之前和她共同出演 《亲世皇妃》里的男明星霍建华 霍建华与林心如可以说是属于 细水长流般的爱情 拍摄了地下铁之前 两个人并不认识对方 直到进入剧组后 经过工作上的交流才认识了彼此 性格活泼开朗的林心如 关注到了安静少语的霍建华 她只是觉得眼前这个男人 很少主动有人说话 但也没有上去和她搭讪 后来随着工作上的接触 以及新的电视剧的合作 才让两个人有了更多的交解 霍建华也开始对林心如产生了好感 两个人之间甜蜜的互动变多了 之后两个人顶着外界的各种舆论和质疑 选择在巴厘岛继续婚礼 在众多亲朋好友和媒体现场的见证下 霍建华与林心如牵手幸福地走进了婚姻 成为了娱乐圈公认的模范夫妻 当他们公布婚训之后 男神霍建华的粉丝都变少了 婚后林心如霍建华的感情更加甜蜜 不久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 夫妻俩给小女儿取名为小海豚 自从有了女儿之后 感觉霍建华和林心如两个人都变了 事事以女儿为主 以前两个人都是工作狂 然而现在却变得顾家许多 有机会就往家里跑 我觉得这应该是从我开始工作以来 最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完全没有离开家 然后就基本上是整天都 24小时都在家的一段时间 这三个月就是我跟爸爸两个人都在家 然后他虽然他在家也不见得会一直跟我们玩 可是可以感觉到他是非常开心的 林心如还自爆 霍建华更是在拍戏的见细中 半夜都往家里跑 看来两个人都是丑女狂魔呢 于是吃瓜群众们便把注意力 转移到了他们的家庭生活上 即便如此 夫妻俩还是将宝贝女儿保护得很好的 小海豚几乎没有公开亮相过 当然他还是被保护得挺好的 像我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保护他 就在外面没有任何没有任何他的消息 连他叫什么名字 他小名都没有人知道 林心如为了女儿放弃了他的演艺事业 前几年基本都是林心如带着孩子 让霍建华一人安心的在内力发展 眼看孩子越来越大了 两人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霍建华逐渐的产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从19年开始肉眼可见的看出霍建华的工作 几乎已经归零的状态了 当了主妇后的霍建华 除了在带女儿之余 也会和好朋友一起吃饭聚餐 有一次霍建华请鲁豫吃饭 但是卡里没钱 便打电话询问林心如 看来家中的财人大权是林心如在掌控了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霍建华忘记关麦了 林心如回答道 哎呀忘记给你打生活费了 两个人对话内容实在是太真实了 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我有零钱吗 我没钱 我有钱 我跟他们要 我是两个没有钱的人 我有钱 你能微信付账吗 我没有 我微信一毛钱都没有 我不会到现在不会 我一毛钱没有 不难看出霍建华呢 不仅是一个宠女狂魔 而且还是一个低调的宠妻狂魔 从点点滴滴的细节 可以看出霍建华和林心如之间的感情 还是比较好的 希望林心如和霍建华 能够一直恩爱幸福 在未来还能够为我们带来 更多优秀的作品 我会给大家看出我们的主要 我们的主要义狂魔忍 我们的主要是一切热建华